法国总统马克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号下午通了电话 就双边合作议题进行商讨 而两人谈到乌俄相关问题时都认为欧洲国家需要发展战略独立自主 习近平还表示要警惕集团对抗的行程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法关系 愿同法方一道秉持独立自主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 携手推动中法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法中两国近期合作的相当积极 继中国外交部上个月底的声明后 习近平也在这次电话中透露要提升两国在民用核能 人工智慧还有农业及航空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他还向马克宏表示中国愿意扩大法国优质产品的进口 也欢迎法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企业前往中国 由于法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 北京当局也积极笼络对方 希望借此机会大力推动与欧盟的合作关系 欢迎新闻刘青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